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背景墙 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对电视背景墙有很多的时间去纠结 究竟选这样的,会选这样的,来回的去想 今天大崔帮大家总结了四个目前上比较流行,比较用的多的几种 以及他们的价格 第一类就是我们电视棍里的背景墙 有些人会觉得电视棍这种背景墙特别老气,特别丑 其实并不是的,电视棍背景墙我们通过现在定制家具的一个设计 你可以做成对称的或者不对称的 整体效果也是非常漂亮 但是它有一个要求 第一就是它要求我们客厅的横向的一个跨度 至少要满足四米 不然你的客厅会显得特别狭小 这种背景墙做出来之后 它增加了很多的收纳空间 是最实用,也是大崔比较推荐的一种 价格上一般在八百到一千块钱一个平方 这样做成,基本上就是跟我们定制家具的这个 用什么定制做成什么样的这个价格 第二个呢,严版大理石背景墙 这类背景墙现在属于十户 几乎有八户 业主都在做这种背景墙 非常大气,亮堂,漂亮 然后整体的效果也是很美的 这类背景墙最大的特点就是效果比较大气 适合于现在很多的装修风格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造价会比较高 因为背景墙我们都考虑一下 背景墙你要不要花这么多钱 它的一个造价呢,基本上小一点背景墙 在三五千块钱 大一点的可能到上万 基本上均价呢,一平方一千块钱左右 第三个是护墙版的背景墙 这个呢,大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推荐 比如说你厌烦了那种大理石背景的那种 你可以素一点的啊 用护墙版作为达称做一个背景墙 然后呢,也是非常漂亮 当然这个护墙版有密度版的 有多层版的,还有实木的 有烤漆的,有免漆的 各种价格不同 价位呢,一般在200到400一个平方 做你这个背景墙 第四个就是相对来说普通的 你像我们乳胶漆换个颜色 墙布换个颜色 或者说灰藻泥啊 等这些艺术漆啊 这样的一个价格 他们的价格呢 一般控制在100块钱一个平方 就可以把这个背景墙做出来了 综上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 做的比较多的四种背景墙 你看一下,你喜欢的是哪个 大崔呢,在做装修的时候 给您提示一点,做背景墙 我们尽量简单 不要花里胡哨 不要觉得现在流行 我告诉你,流行东西很容易过时 并且这个花费也是比较贵的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吧 我是崔,观众中兄妹,谢谢